A01第九章 国字地图消失的战牌 画出消失的战牌 第八章是消失一个战牌 现在第九章 前四行是消失两个战牌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 应该要先从哪里写呢 你看这边消失两个战牌 五号跟八号 我们要先画出哪个战牌呢 一定要从中间的先画 那应该一开始要说上下对 左右对 可是他目前上下对 缺少两个 比较不好对 所以我们要看情况 再来左右对 先以左右为主 好你先轻轻点一下 看有没有公平 点了有点偏高对不对 那么点的时候就往下点 然后上下对 那画的时候呢 尽量跟这边一样 那有的小朋友很厉害 画的我老师都分不出来哪个是题目呢 好 接下来剩下上面拿一个 也可以 因为这个呢 这个虽然是定出来了 但是他不是原来题目的正确答案 所以我们保险一点呢 就变成要左右先对了 左右对再上下对 好你先轻轻点一下拼着自己的能力 然后开始去看一下 嗯 差不多 好 再给他点大一点点就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些空间是不是有平均 好 没有 再上去一点点 好 第一题就完成了 就是完成的时候 你也要看一下说 这白色的空间是不是都有一样 好 接下来老师跳着挑下一题 好 我们来挑这边这一题 好 像这个就可以从中间先写了 因为呢 上下对 好 有两颗可以很清楚地对到 好 先点一下 然后呢 再来看 差不多是不是有对齐 对了之后我们再把它点出一点 好 接下来剩下这一颗 也是上下对 然后你要看一下左右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点这里的话对不对呢 嗯 差不多 好 再确定一下 好 对 好 所以写这个的时候 要专心慢慢来 一定要看清楚 点完的时候还要检查 这是不是有一样大 这是不是有一样大 好 问题来了 我们这个练习呢 算是很精准的练习 要专心练习 比较消耗眼睛 消耗视力啊 就是 眼睛会要专注一点 比较伤眼睛就对了 所以呢 这个练习呢 你觉得应该是练多一点 还是练少一点 少少练 所以妈妈或者是爸爸家长 要叫你练很多的时候 你说我大概做了五分钟了 我不想练习了 没关系 大概专心个五分钟 就可以休息了 然后如果再度过一段时间 想要再练习 然后再练个五分钟 所以第九页的话 大概要分成三天 就这两行一天 这两行一天 接下来五六行 都是消失三个站牌的 到时候那边 再来做一天的练习 也可以 大概每天练习五分钟 如果超过的话 就不用练了 有的小朋友说 我很想认证练习 练多一点 也可以 所以你就刚放学的时候练一下 然后洗完澡 或者是做其他事完之后 可以再做一下 所以就是五分钟加五分钟 不要连续练习 这个要很专心 你不专心 写不好 写一堆也没用 老师也给的很辛苦 好 我们这边就介绍到这里